共機共建近期是頻頻的侵擾台灣周邊的海空域 那日本防衛省呢28號就曝光了這一張照片 他是表示說有一架中國解放軍的無人機 在台灣東邊外海陷蹤了 可以看到呢他其實就是順時針的繞台 那日本防衛省他曝光了這一張照片 就是這一架偵察無人機 有軍事粉專就分析說 從這個航機圖 還有這個攔截機拍攝到的畫面 以及分析呢他出現的方位來判斷 這架無人機應該就是從中國舟山基地來的 國防部也表示說這架無人機 他的機翼其實是可以掛載多種武器的彈藥 雖然是號稱說有一定的隱身能力 不過還是被我方的國軍偵測到了 但是共機對我們的挑釁當然還不止這一些 就在總統蔡英文 他在8月25號宣布要出訪友邦史瓦蒂尼的同一時間 中國也是出動了32架次的共機 以及9艘的共建圍台 那另外呢他其實也出動了三種 不同型別的無人機來接力擾台 形同呢是要包圍台灣本島的態勢 那其中呢他還包含是最近有出現到 比較少見的彩虹四型偵察打擊一體的無人機 就是要透過這無人機的頻頻輕找 要消耗台灣空軍的飛行員跟戰機前往攔截應對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交集團 我們選擇一下 Kate ensemble make a하는 我們一起來 我們來挑戰